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 那到了周日的一个天气图 我们可以看到是高压是有开始 直接往北移动 那这时候要比较留意的是 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一个低压的一个系统 其实预估在周末左右 其实它有机会 逐渐的发展起来 可能会成为热带性低下 或是台风的情形 那预估到了下周二下周三呢 这个热带的劳动就有机会 来到台湾的一个东方海面 那这时候就要特别关注 它的一个强度 以及它的一个位置 那如果它距离台湾在更靠近的话 就可能为台湾带来比较明显的降雨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还是看一下温度的部分 那其实预估呢 其实在周六之前 甚至是周日 其实在气温还是比较偏高 各地的高温普遍还是有33到36度的 以今天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紫色的区域 范围大致上就是36度的一个区域 在大台北地区 还有中南部这一带 还有花东纵谷 基本上都是属于 比较有机会来到36度以上 甚至是37度以上的高温 那其实在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 大致上也都是在33度以上 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 要记得做好防晒 都补充水分 那我们接着看一下 在雨量的一个预估 预估在周六之前呢 风向还是比较偏东南风 是以太平洋高达影响为主 那降雨会比较偏向是五后雷震雨 那只有在银峰面 东南部恒春半岛一些震雨的情形 那五后雷震雨还是要留意在各地的山区 以及嘉义南地区 要留意可能会有一些短延时的强降雨发生 可能还是有一些比较剧烈的一个雷震 或是强震风的现象 大家外出中午过后 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 那到了周日周一 则是会有一些南方雲系 是在逐渐的向北移动 所以在降雨的范围 预估在台东跟南部地区 可能不定时会有一些短暖阵雨 其他地区大致上还是比较偏向 是五后的一个雷雨为主 那接着我们要比较留意 就是在下周二下周三 大致上热带劳动它的位置 大概就是在台湾的一个东方海面 它的一个外围环流 是有机会为台湾的一个东半部 还有南部跟北部 带来比较不定时的一个 短暖阵雨的一个现象 中部可能比较偏向是 五后的一个阵雨的形形 那不过下周二下周三 这个热带劳动的一个位置 其实对于台湾的一个天气变化影响 会是一个变数比较大的一个情形 也请大家持续关注 气象鼠的一个最新动态 那最后整理一下 那在未来几天 其实还是属于比较高温眼热的 尤其是在本周的一个情形 普遍都还是有33到36度